第二题,有关电解值的叙述,选出正确的 A选项,凡化合物的水溶液能导电者为电解值 这是电解值的定义,正确 B选项,固态的锈化桶不能导电,这句话正确 所以从这个条件来定义,它是非电解值 后面这句话是错的 因为锈化桶本身是离子化合物,离子化合物一定可以导电 第三,熔融态能导电的物质不一定是电解值 正确,因为最常举到的例子就是拱 拱的液态,金属的液态都可以,但是比较常提到拱 拱的液态可以导电,但是拱是金属,不是电解值 所以第三个对 第四个,电解值水溶液中阴阳离子的个数 个数不一定相等 但是带电量会相等 带正电跟带负电会一样多 第四个错,第五个,电解值B为离子化合物 不正确 分子化合物里面也会有电解值的存在 所以这一题正确只有A跟C